真肯回头 彻底一方向 这个人就能成就 所以这个法门殊胜到极处 我常常劝诸位同学们 我们休息 第一 要存好心 心里面 纯善无我 我你 我似我忍 都不可以放在心上 专门看别人的善处 专门看别人的好处 我们这一生就生活在 纯善无我的环境 不要说其他的成就了 你的心情多么愉快 都快乐 每一天想别人的坏处 而寄别人的冤仇 你这一生生活在极务烈的环境里面 你活得好痛苦 活得好辛苦 那么由此可止 苦乐都在自己一念之间 不是别人加给你的 是你自己的念头转变出来的 懂得这个道理 为什么不把念头转成佛念 念念念阿弥陀佛 念念念西方极乐世界 一阵壮阮 我们虽然没有到极乐世界去 现前就生活在极乐世界了吧 现前我们这个心情是生活在极乐世界 寿命终了 哪有不往生的道理 所以万元要放下了 旁之事叫人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少一事不如五事 五事不是说我们什么事都不做了 那你又把意思都毁错了 什么事情都照做 心里头绝对没有牵挂 五事是讲心五事 不是说身五事 身没有方案 华元山讲的离四无碍 四四无碍 什么东西是障碍呢 心里头念头是障碍